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西方艺术史的源头呢 我们就要从古希腊开始讲了 因为古希腊被公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无论是西方的哲学 文学 艺术 还是民主政治 都是从古希腊这个老祖宗这里开始的 古希腊对我们的影响呢 甚至延续到了现在 现在的许多政府的建筑啊 图书馆啊 和大学的校园啊 其实都参考了古希腊的神庙 那古希腊的雕像也对现代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第一课就要从古希腊艺术开始说起 那这是一门艺术的入门课程 但是如果你想在这里看到古希腊的绘画 那我只好说两个字 就是下课 因为古希腊的绘画原作几乎无一留存 那么古希腊到底有没有绘画呢 答案是有 而且根据古罗马时期的作家对古希腊画家的描述来看 他们的绘画水平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写实水准了 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些陶冠上的红底黑纹啊 或者黑底红纹啊 的那些平画 古希腊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 甚至更早 那些画在墙壁上和布料上的画 的确还很难保存下来 幸好古希腊时期不少的实质的雕刻 因为材质的原因才得以保存到了今天 所以我们这节课就来重点讲一下这些石头的艺术 现代的艺术史学家呢 通常会把古希腊的雕塑分为三个时期 他们分别是古风时期 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 这三个名字比较难记啊 你只要记住三点 他们每个时期都有个特点 分别是一个微笑 一个动作 和一个表情 我们先从古风时期开始说 最早的古风时期的雕塑 基本上都是抬头挺胸 正面直立 左脚微微向前迈出 这有点像我们军训时候的那个 烧洗那个动作 古希腊雕塑的这种站姿 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那他也是山寨的 山寨的样本呢 就是古埃及的雕塑 但是充满智慧的古希腊人 并不满足于模仿古埃及 他们要从made in grace 走向design in grace 那创造的第一步 就是微笑 请看这两个雕塑 他们的脸 是不是笑得很诡异 古希腊雕塑家发现啊 只要让雕塑的嘴角微微翘起 那雕塑就会显得很活泼 这种微笑也被史学家称为 古风式微笑 我们用现代的脸光来看啊 这种微笑其实更像是一种迷之微笑 因为雕塑的嘴巴在笑 但是眼睛里并没有任何的笑意 所以这种笑看起来有点尴尬 有点诡异 甚至有一个以垂死战士为题材的雕塑 脸上还露出了这种微笑 你想你都快死了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但是啊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古希腊人 这诡异的一笑 因为这确实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飞跃 因为这一笑给艺术注入了灵魂 为了发生这种魔力